大家好,这次游戏废人 前几天有看到观众说没办法顺利的刷既有混沌卡片 但是因为金色的卡片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取得 尤其是他的任务拿到的箱子 完全不用再去合符纹,就可以拿到 所有需要靠符纹才能够拿到的白色符纹 那同时金色的副本掉的东西也比较好 像是我自己本身 以现在大家可能比较难达到的 例如说像是技能符纹魔法障身精华 或者是连结符纹魔法上升精华 这些我都是打到的 到现在应该打超过10个以上了 那装备的话 遗物其实我也打到了不少 那另外如果运气可以很好 打到红色的卡片 因为我打到过一张红色的卡片 然后那张红色的卡片 我解完以后拿到的就是 这一把地凡的长弓 而且我这一把是攻击面板全满 就是119到121 全满的最大值 然后下面的属性也都算是有镜顶 或者是中间偏上 可惜我自己没有玩物理工 这一把是拿来玩物理工用的 所以我这次要跟大家介绍的配点是 基于投射物 就是不管你是玩物理工 或者是物理魔法 或者是火球 或者是我现在玩的投资暗器 反正你只要是投射物 不管你是物理还是元素 都可以参考这个点法 当然因为我现在点法还是偏元素 所以有一些元素的点数要把它转到物理去 才可以玩物理 但基本上来说 不管你是走魔法还是走攻击 都可以走这样子的点法 那我先附上我自己用同样的天赋 打7加7 结果我现在可以打的最高难度副本的情况 在这边要在那边 几次验 有点都可以做 有点就像在那样 有一点可以说 这边要不动副本来 当不动副本来 你这一点也会发生 好 我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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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的面板 我現在投擲暗器的DPS是30萬 攻擊速度是2.86 其實我有稍微一壓一下攻擊速度 我在黃道宮裡面並沒有把所有可以點攻擊速度都點滿 因為我現在有點缺膜 其實剛剛看影片大家也有發現我中間有斷膜 所以我現在需要稍微補一下我的回膜 那這個等一下我會再提到我現在是怎麼補的 然後再來就是毒性貫穿這些 當然因為我現在的點法走的另外一條 就是不是走陰影了 所以我現在毒性貫穿稍微比較低一點 但是至少整體DPS還是變高的 那因為我現在的攻擊速度過快 造成魔力會有不足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聖物我選擇的是雷歐的化身 我之前原本選擇的是施肥加的化身 當然這個還是很好用 可以提升防禦度 然後我也選擇了激昂 問題是選激昂雙雙我攻擊力提升了 但是我魔力跟不上 我在斷魔的時候有跟沒有一樣 所以這個激昂變成沒辦法發揮出來 這個時候對我來說能夠先回魔會比較重要 那當然防禦度對來說 我也蠻希望有防禦度的 但以我現在的防禦率以及閃避率來說 少這個防禦度也還不至於被秒殺 所以我這次選了雷歐的化身 最主要為了拿就是復蘇力 前面被動因為一開始之後閃電抵抗力對我有用 所以我只能先選這個 但是到了後面 藥水強化以及攻擊速度強化其實都很有用 尤其如果回魔跟了上的話 可以再換上攻擊速度強化 而且在30斬之後還有移動速度3%增幅 這對刷圖來說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大家想要保命的話選擇生命力藥水強化 這個也很好 那我要的就是它的復蘇力 而且之後就算你覺得你回魔夠了 也是可以換成痛苦詛咒 同時兼具增傷以及恢復 那復蘇力因為它的基本冷卻是7秒 持續4.8秒 所以我選擇了用冷卻時間恢復速度 這樣子可以讓它變成長組 雖然說也可以選第二個恢復力來讓它 變成一次性的 HP或者是MP回4% 但是實際上這個總恢復算下來 比用冷卻時間恢復速度還要差一點 所以我還是選擇讓它可以長組 光是有開這個 我的魔力乾的就比較不會那麼快 所以現在對我來說復蘇力非常重要 那麼天賦的部分我就快速的帶過去 特性1一樣根據你是攻擊還是念咒來選擇 這邊我就是選擇走上面而已 因為我這個配法已經有預想到的攻擊速度會過快 所以我先走上面 那特性2我有點兩個 當然第一個就是這個傷害一定要點 如果你是走物理的話你就走上面這一條 元素就走下面這一條 另外就是 防禦面的這條我有點 因為它最後有同時加防禦度以及迴避 在特性3 同樣的根據你的攻擊類型來決定 像我自己是直接走上面這一條 不管你是物理還是元素都可以直接走 特性4其實我就很過度 只有這一點的3點 那這裡拿攻擊速度 其實我現在想想我應該是可以拿投射物啦 不過不管它反正都已經點了 就先這樣子 特性5就是盡量拿傷害跟血量 然後還有撐一些防禦以及迴避 如果你是走物理的話就是走這一條 在特性6我有點了兩顆 一顆是加攻擊速度 但現在想想其實我這5點應該是可以先省下來 因為我現在攻擊速度其實有點算過高 所以其實理論上來說這5點可以斟酌一下 你可以把這5點移到其他地方去補傷害 或者是補血量補防禦都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 毒性傷害 當然這是因為我玩毒所以點這邊 如果你不是毒的話就是走其他的 如果是物理的話就是剛剛我點5點這裡 這上面這一排就是 你是玩物理你就走上面這一條 特性7的話我這邊是先走了對精銳傷害以及對精銳減少 因為只要藍色以上的怪物就都是精銳 不管是魔法機友還是boss都是精銳怪 這個25%增傷以及3%減傷非常有用 所以這一排我是建議一定要點 至於下面這一排的話就有點看個人 因為我這想說可以同時拿攻擊速度又有傷害 就加減點個2點 那因為我現在沒有刻意把命中率撐到100% 在高攻速情況下就算我命中率有98% 跳出一個miss的機率還是很高 所以我也有考慮直接把最後一個 就未命中時有2秒時間增加40%的傷害 這一顆乾脆也點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旁邊這裡還有 我點了血量 那這邊其實我想要走下面的復甦力 不過沒有那麼急著要 所以就稍微慢一點沒關係 比較特別是我這裡有點了3顆 這3顆其實你要從敏捷開始走 或從智慧開始走都可以 就看你缺哪個點數 然後點出這30%他的投射物傷害 之後如果力量可以撐到200以上 再把這一顆傷害加40%的點出來 特性爆發對傷害狀態 異常的敵人這個 增傷當然就是點出來 因為這個增傷幅度很大 那我現在有考慮就是把串聯的技能 接上失明輔助 然後再把對落化狀態 異常的敵人傷害增加 這兩顆點出來 這樣可以再增加30%的傷害 然後就是血量 我之前是走下面的 無法復甦加12%生命 但因為我現在用復甦力 所以我就沒辦法走下面這一條了 那特性的部分是這樣 再來就是專門化 我之前是點陰影 但是這一次我走的是 卡斯波爾 那這裡的話 我就先把加速力點滿 然後最後有一個投射體傷害6%增幅 然後點兩點拿壓制 再來這邊 就是拿貫穿 有貫穿次數加1以及穿透 而且因為我現在用的是投擲暗器 投擲暗器本身又有二連鎖 所以連鎖傷害也吃得到 另外兩點的話 如果你是玩暴擊的 你可以拿敏銳 但因為我是玩無暴擊流 所以我就直接拿血量 專門化3的話 一定是走燈火 因為另外一邊火爐是完全的弩強化 那我們不是玩弩 我們是自體攻擊 所以就要走燈火 燈火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投射體這 4條先拿滿 而且投射體數量加2 這樣子你要把多種發射拿掉 換增傷都可以 然後再來下面的話 我拿到攻擊速度增幅9% 因為他是攻擊速度9%增幅 不是攻擊速度加9% 所以這個提升非常大 最後一個切割除非你是玩物理初學 要不然不需要點到 當然如果你是玩暴擊 你也可以手瞄準力這條 或如果你是玩弓的話 你可以點到狙擊出現 那狙擊是只有弓才有用 所以我不是玩弓 我就不用點到這裡 但事實上點法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剩下其實另外一個影響比較大的 就是 符咒 那因為符咒我已經湊出了雷歐40% 所以傷害有再提升50% 自然我洗出來屬性都不錯 我現在是用單手加盾 所以像這裡有命中加37% 然後傷害又加23% 全都有吃到 然後這元素傷害加55% 以及這個 物理傷害這個部分 我是沒辦法吃到 我只有吃到那82的血量而已 但是我主要是要拿這一顆雷歐加16% 可以去湊出我的投射體傷害加50%那一條 然後最後上面這個就是 等級6的 拿單手武器傷害加59% 這整個加起來提升的傷害幅度 就超級多 所以符咒也需要用 要不然的話你的傷害會經不起來 我也是沒有可經用 這些全部都是靠 打到跟合成出來的 這個對於無科玩家來說是絕對可以達到的程度 以上就是我目前的整體配法 那其實在防禦度來說 雖然不能說是非常硬 但至少 不至於被秒殺 血量基本抗性 甚至混沌抗性我都有撐一下 在現在我在打7加7來說 都還算是輕鬆 只是畢竟7加7開始你會遇到 以前曾經讓我們有因應的那些中boss 像樹人啊 大蟲啊 沙蟲那些都開始會出現 所以現在打起來也是稍微有點壓力就是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